各位早安佛观的观众 佛萨大家平安吉祥 梁黄宝灿 这个是在渥太华佛光山 还有在农历七月期间 很多道场会礼拜 虽然不是全部 不过大家总是要认识这部灿法 它是灿宗之王 它是佛教的百科全书 到底都说一些什么内容 那么在早安佛光 尽量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不过今天我要插播一点 回答问题了 因为我觉得像最近这些天 我们都在就是处理着所有的报名资料 当然是各项功德 项目不一样 在这个原始的表单 这个确认 然后输入 然后这个输入资料 要这个校对 然后就还要把它整理 就有一些过程 在电脑里头整理 到即便是把它这个列印出来 到列印出来 不管它是一个 比如说这是贡花国 这是施贡阳 这是发起人 它也要校对 那更何况 超建的牌位 这个校灾的入位 所有 那总之 我们是这个集体 就是分工合作 这个集体创作 那么在校对 就是原始表单 在看 在校对这个 已经列印出来了 也就是说 这是小小的一张指头 当然它印成是超建牌位 那就代表 好像是一个贵宾的席位 一样的 我们要把它 这个公共经济要张贴上去 或者是把它立在 有一个牌位架 把它立在佛桌上 那都是要千真万确 一点点的疏忽都不可以有 所以这个校对再校对 到最后的 今年渥太华 我自己来做总教对 就最后一次的 这个入位 排位印出来了 跟原始表单在核对 这样 所以就 我们当家指引法是说 做此你那么忙 这个应该 就是说不好意思让我做 我说其实不是的 我非常的 我是带着感恩的心 每一个名字一笔一画 每一个人 他什么人 他这个 就是说我每一份 我都是这样 一边看 一边心里头 很感谢 因为你参加法会 除了是回向功德 其实你也是在护持道场 所以我就说我亲自在答谢 我只看着名字一笔一画 这样都是充满着感恩的心 我很高兴做这个校对的 最后校对的工作 但同时呢 就我觉得可能有一些问题 我得第一个我要讲 就是我看到有超见累结冤亲在主 我想提醒一下 如果你已经登记了 那道场也没跟你特别怎么样强调 也没有关系 但你至少知道 冤亲在主 是个人的冤亲在主 比如说你的冤亲在主 跟我的就不会一样吧 那所以我们不能几个人凑在一起 你说那我们一家人不行吗 那得要是这一家人 共同的冤亲在主 但通常其实 个人修行个人了 这个也是个人造业 也是自作要自受 这很难是去共有 所以我想各位第一个 有关于累结冤亲在主 累结的意思就是 不是只有现实 我曾经看过有一个人 他怎么样坚持 现实冤亲在主 我说你这个现实 不要从过去久远结 已经都跟着来了 他说无论如何 累结一样也写 现实也一定要超读 这样你坚持 就OK 他有写累结冤亲在主就好 但是要知道 比如我们在读文书 个人之累结冤亲在主 都是这样读的 就每一个人 个人的 所以 像我其实处理的 有几份 就是他可能写一个 大牌位 他全家名字的 那些冤亲在主 这样 我会建议你把它分成水洗 20块20块 你把它分开来 这个牌位大小 不是在论 这个 他会得大功德 他会得小功德 不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 其实你都是 参与着功德回向 你的心有多大 你的那种功德就可以回向了多少 他有大牌位 小牌位 那个就是说 我多一点力量 我可以护持这次的法会 我就多护持一点 是一个护持的功德 那么 所以不是以大小 然后论功德大小 这样 所以你说 那我们随喜的 小牌位 这样好吗 没有问题的 这个是法会 整体都是功德 就好像 你说 我们在见识 你说 哎呀 人家都 供佛像 有的人还供 那个大殿的柱子 但是 我只是 捐一块瓦片 我这个很微不足道 其实不是 你的功德 就是见识的功德 他是佛像 是住着 是见一所寺院的功德 你是 就是 一块地砖 一片瓦片 也是见识的功德 所以是 用这样子来看 各位不要挂心 但是我强调就是 累结冤亲在主 要写个人的 所以 不管怎么样 你把它分开来 你还没登记 或者往后你登记 你至少有这个观念 那说 已经 都这样子做 常住也 就到场 没有跟你特别联络 可能也是想 哎 疫情期间 来来去去 资料 不如当面讲清楚了 所以也就没有特别 去 去做什么样的处理 但我想 这第一个 要请大家注意 那第二呢 就也 不止一个人问到说 可以用 往生者的名字 做功德吗 他这个问题呢 并不是说 我能不能为往生者利益 操见牌位 这当然是可以 更加要可以 那他问的是说 可能 比如说我个人 我的母亲 天秦法师 她往生了 她离开我了吗 其实没有 大校终生 母父母 永远的思念 那不是那种执着的思念 是一种感念 所以我每逢有机会 可以做功德 那我们出家中的单营 也不是多少 但是因为我们也没有花费 所有的这些单营 一个月一个月 放着放着就在想 下一次怎么法会的时候 比如讲 见识功德 我第一个不是帮自己 姐姐 我要供琉璃观音 我要做什么 不是的 我一定 这样是用分期 好像还愿一样 就是 比如 这是观音菩萨的功德 就写天秦法师 当然我要分 分好几期 好几期 慢慢慢慢 天秦法师 功完观音菩萨了 接下来 为什么 我特别举这个例子呢 因为我只要想到 我的母亲 她说 你要见识 我给你赞叹 我要赞叹你 你可以见识 她一讲那个见识 我就可以想象 她那个多么欢喜雀跃 所以一旦 这个功德项目 这是这个登记的表单出来了 第一个就是 让她欢喜 这样 她是往生的人 但是 可不可以用王者的名字 为她做见识功德呢 当然可以 你为她 增添福德因缘 如果她在极乐世界 连品真上 如果她再来人间 那是大福德之人 你为她增加 其他平常时 你像 比如说 有什么年度法会 我要写 供灾结缘 我也是写 天秦法师的名字 供花供果 发起人 那更不用说了 那个打佛妻 绝对不能漏了她的名字 她是专修念佛的 我相信她一定很开心的 那总是呢 我没有 在我心中 母亲没有 因为往生 然后就好像消失了 就远离了 就如何 没有 所以我想 这个问题应该是 跟很多人有关系 所以说可以用 往生者的名字 做功德吗 没有说不可以 我从来没有听过 不能 有什么功德 是不方便 用他们的名字 去做的 所以 没问题的 那另外呢 讲到说 当参加线上的法会时 是否一定要在家里点纳 灼急上香 有哪些礼仪一定要注意呢 其实我记得在上一次 回答法会的相关问题的时候 我讲到说 你要有一个前行的 就是说法会前的一个准备 讲专业一点 叫前行 这个 就是好像 前方便 如何如何 那我们就不用讲名项了 我们直接讲 法会前 你在家里头 参加线上共修法会的注意事项 那当然就是 外围环境跟内心 就是这个 外缘 当然环境整整齐齐 不要棉被也没辙 玩也没洗 这个 小孩的玩具丢了一地 这样乱糟糟的 你心都不清净 所以 大环境整理一下 那内心当然 如果内心所谓乱糟糟 就是又想东又想西 你起码 你说什么事情 等我法会后 我再来 继续进行 现在暂时就不想它 我就专心在法会 你起码 我刚刚讲 外围环境 还有你这个内心 身心的状态 都把它调整好 这是一个准备 那你提到的是 蜡烛 上香 这些 如果 如果你有一个家里头 有一个小佛堂 有一些 这个 佛教徒 他家里方便的话 那就可以有个地方 有供桌 有供佛菩萨圣像 他本来就有供花 本来就有上香 还有供水等等 他每天自己做早晚课送 那他本来就有 所以 法会前你供香 蜡烛现在比较 因为有关这个明火 就是小心火烛 所以也不是那么 鼓励大家 点蜡烛这些 现在有一些 那个点 你点蜡烛 这是供养光明 那跟你点 像有的小莲花灯 总之 有的 就是有个佛前灯 有个灯供养 也是光明 也是长明灯 这用插电式的 会 就是 就可以了 就代表了 所以如果你本来就有 供香供水等等 甚至就是说 上香或者供水 你就照旧 如果没有的话呢 其实你不用刻意为之 你要知道说 你在参加 这个 你想供养 你就参加道场 比如他 你参加联皇法会 那有食供养的功德 那食供养 就有供香 供花 供灯 这灯就用蜡烛 灯 这些做代表 香花灯 土 那就是供水 跟清洁有关的 那供果 然后供茶 茶是代表 这个精神 这个要 很清醒 不会昏沉 茶 然后食 食物 就供灾 你没有自己在家里头 一一备办 这些供品 你就参加 这个食供养的功德 香花 灯土果 茶 食 饱 注意 那就全部都 包含了 你参加 因为每一个道场 我不知道大家订的 美金还是加币 不太一样 你最好询问一下 你所在 就你要参加的 这个道场 说 你要参加食供养功德 那这样你在家里头 没有供养 是没有关系的 但当然 如果你说 那我就是要供 不行吗 没有不行 你说我院子里 花开得很美 我就剪 放在那个小盘子里 送件时候 这样供养一下 你如果能做到的话 你会更加欢喜 就是说你 你手边有 我也家里 我参加食供养 我家里准备一下 告诉各位 你有这份发心 或者是说 有参与某一项功德 你得到的 第一个就是欢喜 所以 很好 但是不是说 规定一定要 如果你觉得 你欢喜 你可以做到 那是非常好的 好 所以注意的 这些事项 我只是觉得说 梁皇宝忏呢 是慈悲的忏法 那这种 等于说是 修慈悲的法门 你看梁武帝 他 因为他 真的是最早的 发起人 因为他的姻缘 而有了这部忏法 保治禅师 他们去 把它 整理出来的 那梁武帝 是第一位栽主 皇帝来拜 拜的功德很大 他的原配 赤士夫人 就得到升天的功德 还回来答谢 礼谢 所以梁武帝 各位知道 这个佛教 本来是没有规定 赤树 佛陀时代 他是脱波 他怎么规定 但是印度本来 本来是赤树的民族 这个就像说 我问印度人 为什么你们 就一定 就是说 就是不能 不能杀牛 不能吃牛肉 他有两个 至少有两个 我听到的原因 第一个 这是四婆神的做起 这是神兽 这代表这个神 不能伤他 第二 其实讲第二个时候 这个印度人 他流泪了 他说 我们小时候 如果家 就是说家里头 就是妈妈 没有这个奶水 来给baby 给婴儿 喝的话 就要靠喝牛奶 他说 所以妈妈是 第一个母亲 然后牛是 他应该讲 恒河女神 是第一个母亲 妈妈是第二个母亲 然后牛是第三个母亲 然后跟我讲的 印度人 留着眼睛说 我没有办法想象 我要吃掉我的母亲 这样 所以就 就是说 从佛教 在印度时代 他几乎就是 本来就是吃素的 素食的 所以去脱拨 大部分也是这样子 但传入中国 中国的饮食 就是有婚 有各种 谁把它制定下来 说中国佛教的出家人 一定要吃素呢 梁武帝 由国家的法令 制定下来的 要吃素 就慈悲的 所以你说 要注意什么事项吗 我只是觉得 跟这部 忏法相应 如果可以的话 你就慈悲一点 为这个地球的环保 为地球的健康 法会期间 你做得到的话 你就尽量 吃素 或者少肉 多菜 这是对地球的慈悲 对你的这个身体的 小宇宙的慈悲 还是一样 吃素 或者少肉 多菜 至少至少 可以的话 你先不要吃葱蒜 你光想 你要诵经 对着经文 然后那个 榴莲的味道 葱蒜的味道 在那里熏着佛号 我这是也是不敢想象的 总是我想注意一下 这个你既然有心 真的佛法在恭敬中求 那么我们还是 这种非常恭敬 非常欢喜的心 想想我们还可以 做到哪一些 那这个是今天先 其实也还没有回答完 我想时间差不多 就跟大家先做这样提醒 但是明天我还是要回到 灿文 特别在俊一 我觉得断移 他从龟一三宝 到断移 他有一瓶一瓶这样进入 还有人问菩提心的部分 我想还是留照 卷二 那个讲菩提心的 那个经文 我觉得好美 要从经文里头 再来带大家 做一些了解 今天就到这里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